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是家庭规模一大加法就有能力抗衡国法 以至于地方官要想搞好地方政治 就必须和各大家族的长老搞好关系 然后一切政令通过这些长老转化成家族内部的安排 二是在家族之内产权界限很不明晰 如果兄弟从哥哥家里扛走一筐粮食 哥哥就算心里不愿意 这个嘴上呢也不好说什么 家族成员里边那些穷的懒的坏的 生活再不济 也能被那些富裕的勤快的善良的叔伯兄弟们兜底 大家族的第一个弊端意味着行政效率低 第二个弊端意味着生产效率低 我们需要留意的是 这里所谓的弊端是站在法家立场而言的 如果换到儒家立场 这两点非但不是弊端反而是值得推广的好事情 儒家呢倒也不是反对效率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儒家比法家更强效率 儒家理想当中 慈爱的老父亲只要偷过来一个责备的眼神 犯错的儿子就会汗流浃背痛改前非 全世界有哪种政治体制能够达到这样的行政效率呢 但问题是 儒家给出来的经常都是理想值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 拿理想值要求自己当然没有问题 而一旦拿理想值 寄希望于别人 寄希望于社会 注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法家呢 实际的多 放眼社会 看到的无非都是 奸懒缠华坏的烂人 既没有必要 也不可能把他们都调教成 温良恭俭让的模样 而只要根据他们的特性 做出相应的安排 让他们能在最大限度上 唯我所用就可以了 所以在法家看来 行政效率低和生产效率低 都意味着政治结构还存在着很大的优化空间 公孙杨的第二轮变法 实质上就是促使大家庭分化成若干个小家庭 给每个小家庭划拨更多的土地 经过这样的分化之后 显然 秦国的户数会成倍增加 每一户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 独立承担赋税 这样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跨越一百多年 看看秦朝建立之后 普通百姓刘邦的家庭结构 史记有一篇刘邦的传记叫做《高祖本记》 先从刘邦的出身说起 原本是高祖 佩封义中阳里人 姓刘氏自祭 名曰太公 母曰刘敖 这里的佩是秦朝的佩县 隶属于四水郡 封义是沛县的下级行政单位 义大约相当于今天的镇 中阳里 这就是具体到街道了 里是比义更小的行政单位 司马迁介绍自己本朝 开国皇帝的出身情况 只说对了家庭住址 后面记载的姓氏和父母的姓名 严格来说都不对 姓刘氏 这是把姓和氏搞混了 在司马迁的时代 姓已经失去了义 是变成了习惯用法里的姓 一直沿用至今 字记 这也不对 记表示排行 古人排行用 伯仲书记 记相当于今天称呼里的老幺 幺儿 相云相亲称刘邦为刘记 意思仅仅相当于刘老幺 以刘邦那种低微的出身 能有个大名就不错了 不会取字 刘邦的父亲 当然不叫太公 母亲呢 当然也不叫刘敖 因为这两个称谓 和刘记一样 并不是人民 刘太公 相当于刘老汉 刘傲 相当于刘婆婆 这样的底层人民 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正经的名字 即便有 显然也没能流传下来 所以刘邦一家是秦朝社会上 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普通家庭 刘老汉 有四个长到成年的儿子 刘邦呢排行第三 底下还有一个 很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按说老四才应该叫刘记 但也许老四生得太晚 大家已经习惯的把刘邦称作刘记了 刘邦的大哥死得早 留下妻子手寡 刘邦年轻的时候行为不减 三番五次的带着朋友去大嫂家里啊 混饭吃 大嫂呢烦透了 等刘邦一伙人再来的时候 就拿勺子刮锅底 刺耳的声音传递了这样一个讯号 锅里空了 没饭了 刘邦的小伙伴呢自然散了 到别处去填饱肚子 事后刘邦发现被骗 从此就恨上了大嫂 多年之后 沧海桑田 刘邦啊竟然做了皇帝 但对大嫂的记恨并没有化解 在刘邦大搞分封的时候 存心不封大哥的儿子 后来还是在老父亲的劝说下 才把这个名叫刘信的字啊 封为庚甲侯 庚的意思是有浓汁的食物 甲这个字写出来就是 苍结造字的结 这里呢读甲是苛扣的意思 哎 拿这么一个名目来给侄儿封侯 摆明呢是在敲打打扫 你这人啊 不厚道 当年的仇 我可还记得呢 刘邦从一切平民坐上天子 偶尔呢也会得意忘形一下 在魏阳宫落成的时候 刘邦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席间举杯给老父亲祝寿 话呢是这么说的 当年啊 您总瞧我是个无赖汉 不像二哥那样会治理产业 现在您再看看 我置办下来的这份产业 比二哥如何呢 以上两件事 很能见出刘邦的人品 但抛开人品不论的话 刘邦作为秦朝的一介平民 家庭结构 可以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他的大哥 在和大嫂结婚之后 从此和刘邦 就不再是一家人了 所以刘邦带着小伙伴 去大嫂家里吃饭 吃的不是自家的饭 而是大嫂的私人财产 也不怪大嫂会有那么大的意见 二哥治理的产业 显然也属于小家庭的产业 赚的再多也没有刘邦的份 所以二哥的产业 才能和刘邦的产业存在可比性 你看 秦朝对分家的政策 鼓励强化了每个小家庭的自私意识 大嫂不愿意关照小叔子 二哥啊 闷头经营自己的产业 勤劳能干的人 从此不再受到懒汉的拖累 干劲十足 像刘邦这样 游手好闲的人 即便在亲人那里 也会处处碰壁 不想挨饿受冻的话 就必须咬紧牙关 自谋生路 对于官府来说 这种小家庭模式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 前面讲过 公孙央的改革要领 是所谓坚民治国 人与人之间越冷漠 越敌对 就越能够彼此监视 随时盯着街坊邻居的马脚 准备检举揭法 我们知道 人类作为群居动物 抱团才能取暖 这是天性 而一旦不能和亲人邻居抱团了 就只能和官府抱团了 家族向心力越弱 这个国家的向心力呢 就越强 反之亦然 所以中国历朝历代 朝廷想省心的话 就鼓励那种儒家所推崇的 大家族聚居模式 前面讲过的那个元朝 天下第一人家就是 元朝统治者 还保留着游牧性格 懒得搞细腻管理 地方上 如果能有宗族自治 当然是最省心不过 而政府呢 要想精确管理 提升基层动员力 和国家向心力的话 那就搞编户 亲民 拆散大家庭 今年出土的大量勤俭 不止一次的提供了佐证 让我们看到 在公孙杨变法以后 小家庭成为大势所趋 分家问题 甚至成为日书的内容 规定出分家当天的各种禁忌事宜 不难想见 结婚 肯定不宜选在这种日子 公孙杨的新政推行了没多久 社会风貌就发生了立竿见影的变化 其中一个很显著的现象是 上门女婿多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可以在留言区谈谈你的想法 我们下一讲 再见